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帮助我们 在你护活之后 求主也护活在我们生命中 帮助我们生命学向护活的主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4月21号 今天的经段是 路加福音24章1到35节 我将会从13节读到35节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 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伊玛武斯 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什么事呢 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述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名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时 我们今期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 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他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责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说 时候晚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坐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柄来注谢了 拨开地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历时起身 彼耶路上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 和他们的同仁聚集在一起 说主果然护活 已经献给西门看了 这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 和剥柄的时候 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诉说了一遍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耶稣护活之后 在以马五师 所遇到门徒的一个经历 而这个经历 让历世历代许多的圣徒或基督徒 都透过这个经历 重新的回响 也透过这个经历 来重新聆听跟灵修 也透过这些经节 历世历代的许多基督徒 也在这里被重新鼓舞 因为这两个耶稣的门徒 他们因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心灰意能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所跟随 以及他们就曾如格琉八所说的 他说 拿撒勒人耶稣是我们述来所盼望 要救赎以色列百姓的 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似乎死亡的权势已经赢过他 而这个盼望似乎随着 钉在十字架上而消失 事实上这正是人生命当中 眼睛眼界所看不到的事情 人看不见的是那护活的主会来 而耶稣的护活正代表了 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柄 换言之 他也透过他的显现 他会透过他的显现 他会透过他的同在 让他的门徒 亲身的经历他护活的大能 然而他的同在 却不一定人的眼睛认得出来 当护活的主与人同在 当护活的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薄弱的眼睛 却不一定他认得出来 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 当我们冷淡 当我们的心灰意冷的时候 求主与我们同在 并且帮助我们的眼睛认得出 他与我们同在 透过圣经 透过上帝的话语 我们仍然可以火热起来 而这个火热的心 正是这一群门徒 以及在那之后的 许多教会的跟随者 耶稣的群体 他不断的历世历代的经历下去 事实上每一个世代 都有人经历心灰意能 困滑 病弱 或者是他让这个世界 所摧残到不知所措 然而 他们却能够依 寻并且依照护活的主 所带来的大能 让他们的心重新火热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你我的心 也能够被这护活的主 所点燃 并且同心奔跑 上帝所要我们 所奔跑的那条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你知道我们的心 常常因着这世界的捆绑 因着我们生命当中 所遇见的事情 遇见的人 而心灰意能 我们经常 在我们所盼望的世上失望 主就求主你怜悯 我们的有限 帮助我们经历你的丰富 帮助我们经历 你护活的大能 求主火热的心 让我们生命重新点燃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